核心鋪市 回來了 其中一集在廣東道 為什麼呢? 有間十三四尺的門面 1200尺到健身面積實用 952尺 租了30萬 藥房租用 在蘋果旁邊 看看店 這間南洋商業銀行租了72萬 之前月租的時候最高峰卓越是355萬 之後沙沙135萬 之後就72萬租了 這次不是說這間 就說是 哇! Apple住的 買鋪要買得到Pro 想買鋪去 我們的網站都給你選擇 全新成匯網站登場bwfund.com 為你搜尋成匯優質漂亮的鋪 更快更齊 這間之前是卓越的鋪店 有租約三十萬 藥房 看看旁邊 這間是Apple巨店 那邊是中港城 這邊是海港城、廣衛大廈 那邊說的是這間 出語 你當我馬後炮 我說話都挺準的 前炮我還說 廣東道這裡全球第二季 每尺933元 離譜了 不可能 我說不是第二是第十二 減完一大輪東西的時候 看最近的成交 是300元每一尺就像 即是第十二位跟新加坡差不多 當然現在看下來 真的每尺300元 又被廣東了 OK的 祝賀生意興隆 先拍照 到這些資料你聽 圖織資料你會看到的 這裡就說月租三十萬 較四年前跌三成 但是按圖織去看的時候 這個應該大概門闊十三四尺 深六十五尺 十二面積九百十二尺 建築我們就當成千二尺 報紙這樣說 經濟日報就說 總之現在通關了 那就是Apple 這裡是Apple 旁邊貼著這間店鋪的時候 Exactly 這個位置就說廣東道 八十六至九十八號 這個文利大廈的六部鋪 就說這裡 就之前出現租了十年 現在就三十萬租了 這裡說一千尺左右 大約是三百元每一尺 較上手 一九年逐租的時候 租金就四十五萬 跌下來叫三成這樣 但是看這間店鋪 三十萬啊 大哥 三十萬重要啊 那你取除的時候 他說報紙這麼說 三百元一隻不重要啊 真的重要啊 整體上我也覺得了 藥房 藥妝這些 三四五百元一尺 隨著自由行 核心鋪這些遊行回來 會到的 做中標珠寶的話 千幾二千元 就是一間一千尺的店鋪 租百幾二百萬 就未到的 但是要上去大概四五百元 三四五百元這些位置 很清楚 怎樣也怎樣 總之是卓越的位置 再拍一次樓場 按這個位置 所以證明什麼呢 就是自由行 頭下信心一跳 相信了 報紙回來 未來的時候 核心鋪 現在以我所知 有很多業主 都不斷反應 啊 手得運開 苦盡今來 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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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亨 苦年 苦年 中國 苦年 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